今天是浩哲的专利转让签约仪式 我一定要和他一起见证这么开心的时刻 他说过会向我求婚的 喂你怎么骑的车轮往上撞 银行卡号 你什么意思 要给我转钱吗你知不知道这车 怎么回事 银行卡后我没时间跟你们多说 支付宝账号11391 装什么转一个跑腿的能赔 你都把报仗十万点 什么 十万 你赔了十万 这怎么可能 多的就当精神损失费了走了 等等 还有什么事吗 安楚若是吧 啊 想不到江城首富的女儿在这里搞副业啊 你认识我 安楚若23岁京大毕业生目前正在国外深造 但是安小姐这是在深造什么 物流吗 我 你 跟你有关系吗 我是你的未婚夫 肖伯宇 你说和我有关系吗 未婚夫 嗯 你就是那个中州首富肖伯宇啊 安小姐 你得到的已经是三年前的消息了 现在的肖总是全国首富 哦 你一点也不惊讶 我应该惊讶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安小姐 你和总裁结婚以后您就是总裁夫人了 既然见到了就和我回去结婚吧 总裁夫人好 哎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一盘散沙 我和你的婚约是父母长辈定下来的 纯粹是为了商业联姻 我们是没有感情基础的 更何况 我有喜欢的人 你有喜欢的人了 我听到了什么 安小姐居然拒绝了全国最优秀的单身号 你没有吗 你长这么帅又有钱 该不会是有影子 哎 你说话注意点 你喜欢的那个人 难道比我还优秀 他虽然没有你有钱 但是很上级 对我也很好 他今天有两笔专利 就要跟你们消息集团签约了 每一笔的签约罪用呢 都要上千万 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好 你说的是吴浩哲 你们认识啊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走了 哎你 总裁您看签约仪式要不要取消一下 不用了 我待会看看他喜欢人到底什么呀 主经历您看签约 您看签约 浩哲 今天之后 我就可以把身份告诉你了 到时候 相信爸爸 也不会阻碍我们在一起的 儿子 你真了不起 萧氏集团 作为全国最大的集团 竟然对你 如此领域 爸爸这辈子 都将过这么大的赔产 你可真为我们 无价争取了 今天的签约一事 只是一个开始 我和萧氏集团合作之后 如果一切顺利 成为江城首富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听说 今天萧氏集团总裁 萧波威力也会来 不知能问我幸意见 八卦可以了 那五公子我先忙 您忙 您忙 你不在外面 风排你放嘴 你还在这住什么 你 你不喜欢这棵花的配色吗 花椒老板说 这个花叫红爪 寓意着你的事业蒸蒸日上 也寓意着我们的爱情幸福美满 我 我来祝你签约成功啊 你不是说你只要签约成功了 你就会向我脱婚吗 别做一个成就大梦 我儿子马上要潜伦出院了 前途一片孤岚 而你快递跑腿了 依然还在以高力挣扎 你没心之问 你凭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你说你 你不赔家伙姑妇 我不认为你这么 男主若 既然这样我们就把话说开 我们分手 分手 好折子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这是我认知思考后的决定 为什么呀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前开始积月雇佣 当然是你屁股的瓦尼 瓦尼 瓦尼现在看宋宗张文 协关专利 马上要和消失机会合作了 而你呢 你有什么 你就会骑个破片子的 逃走的送外卖 一身抽烟 一点女人味道没有 嘿 安古若 我爸说得住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不是一个世界了 归因 门刀户队 今天这么大死 不是被我一个人准备的 好一个门刀户队 你仅仅是得到了一个将专利授权给 消失集团的机构 你就以为战场人身巅峰 你知名 这样 你给我脱手可 又连你这次的签约 也是因为我的推线 你 安古若 你少说的没想到 非得让我爸生气 说大话要分个场合 顾浩浙 是你爸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 这么多年 我孝顺你爸体谅你的不容易 为你们家花了多少时间和金钱 你以为是靠我跑腿送外卖 就可以养活你们全家的 我是 你还有一点书 我当然是 你看跑腿送败币 真的赚了那么多钱 是不是对着我二人 已经买死了 我还来了 你自己赚了 你 你还打我 咋子 问 和我拿的黑学费 我就都还给你 十万多多 一百万 两百万 这是我的底线 两百 你真大 知道我大夫就好 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 赶紧拿出钱 去乡下找个斧头老子 让人过日子去吧 我年的感情 确定要这样 儿子 萧小姐就是 这个东西刚才干净 萧小姐是谁 我实话告诉 萧小姐就是萧小姐就还 萧付出的签心 萧小姐是真的名门大户的女儿 把她比 好比柔宜 比好远 今天听说 没想太说 人家给人家去告诉 萧总 调查结果传过来了 说 安卓小姐这些年来 一直在江城 和五号泽读书 并且她还秘密成立资金 用作五号泽项目的启动资金 并且 这些年来 吴氏 都以商势的合作 也一直是 安小姐在背后推广入门 这吴家上上下下 都靠着安小姐 换句话说呀 这吴家 就是趴在安小姐身上 吸她的血 这就是她所谓的真爱 安小姐 可能也是当局者迷吧 安楚若 虽然以庆埋名 但这么多年 安家许多商业合作的背后 都是她的出动 是个不可多得的解释 没想到以后是沐青呀 以后我先自己进去 你在外面等我通知 是 你是被刺激的事情并犯 他以你推荐的 哼 见你笑笑大牙 没见到世面的东西 你开心的德行 我推 吴浩浙 我本来以为你只是得意忘形 没想到你还喜喜厌旧 你就真的觉得那个肖小姐 比我好吗 当然 你行论学识 你拿点理不上 有了她的帮助 我们肖氏集团的辅助将会是一片的 所以我选择了她 所以你觉得那个肖小姐能给你 我给不了什么 万一我能给你她的十倍百倍 十至万倍呢 就凭你跑股送外卖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比我更有身份 比我还有背景 哦 好 觉得 你为什么 你喜欢吗 哦 没有 我还喜欢 什么 要看谁送的 肖小姐你送的 自然不一样吗 喜欢小宝 这个小宝就是 胖着胖胖嘴里说的那个 就叫死沉烂的 小宣传父吧 就是他 这个安处若不仅出身不好 人体也不怎么样 满口谎言 说他多说一句话 这么灰气 吓得胖色尔 支三三三 我看你跟我比起了 你更吓得胖色 放肆 我爸是小室集团的副总裁 是总裁的亲叔叔 他在小室的地位 仅次于总裁博语哥哥 我呢是小室的大小姐 你一个房子给送坏地的 赶紧往下来 你信不信 真要让你走出这个会调 大小姐 怎么了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你也觉得好 是个给我死缠难打的 恬不咫尺 我今天就打算给她一个教训 吴先生手握重大权力 是我们消失集团的贵客 而你 身份低违 还想喊龙父后 敢在我消失集团闹事 就是 今天 大航的诸位 你们都看到了 我儿子 他是 博士后悲业 虎心专严 两项世界级专利 一个刨槌送坏地的 身份不暇 学历没有 我们家 好心收养的好几年 他就能赖上我的儿子 对对对 也不支持 吴先生 可是萧总在心里 将从后期之下 他这个人 怎么哼 还有事 是 他这种人没有脑子 还不懂得感恩 单独若 你没有残影 终有一副皮膀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配不上 我们还是个好聚好饭 亏我自己下了一副 浪费了自己五年的青春 到头来 只得到一次 我配不上你 你可真是个白眼 不 你们全家都白眼了 爱情 不 请你不要在这里谷调视频位 我们家没有正题的地方 没有 你说你想学习 你想专注科研 我不遗余力的支持 家里几个人的开销 你的学费 你的科研费 哪样不是我给你 现在你刚有 就找了个自以为还不错的 要跟我分道扬镳 你还是个人吗 我如果你说话不要太过分 我说过我 你给我花的行为都会还给你的 你不要在这里大方全是侮辱我 我侮辱你 我只是在陈胸学习法 你 炒酒哥哥 你不要跟这种人亏坏了 你再把他丢出去就算了 大小姐发话 小日集团不欢迎你 滚吧 滚吧 小时集团不欢迎你 ْ lawyer & 婚傳 你就只能够愿养了 这张塔里有100万 实像的话 你就给我拿 PENG. 走人 否则 我不看到保安把你丢出去 到时候你的小票 你可适合它 MEN zij 為了保全你的顏面 建議你拿上那些錢乖乖的 這些錢 可是你老總送外賣一輩子 如果你還是那麼直迷糊的話 不要怪我們唸就行了 保全我的眼 你如此公然當中侮辱 真的有跟我唸一絲就行嗎 行 他屁就走了 我倒要看 你把肖氏集團能幫我幾票 就算他肖伯也金子了 他也不敢把我的膽吞吞 大膽肖總的身份何其尊惠 其實你這種身份低微的人能夠議論的嗎 安楚若你真是自尋死路 肖氏集團總裁的身份 那是放在全球都不可妄議的存在 就連我都沒能見上他一面 他怎麼可能先出來趕領這種小人物 但是就你剛才說的話 就真讓你身敗不裂 肖佛宇在你們心中是高不可寬的 但是在我的他就是 今天你們改動我一下 他是肖佛宇先讓你補滿 剪給你張死 我知道了 我今天給你子口很做的 但是你也不能這麼搞出狂言 我肖總 唉 本來還行 在肖氏集團給你安排個輕鬆的工作 擦擦馬桶擦擦地什麼的 現在看來沒機會了 你是想要讓我幹保洁 你還被 肖氏集團 世界五百強 其實你是講盡都能隨便進的 你身份不行 讓我工作不錯了 這不比你騎車朋友送快進行多了 我看你爸跟著這個工作 你不要成口聲這塊 張才 連你的肖子不見 現在呀 保洁的機會也沒有了 這怎麼大白天的就有人開始抵抵了呀 我不需要你給我電話工作 至於肖氏 你倒是可以把肖佛宇叫來問 看看他是原理 還是羞 總算好 嗯 安小姐現在在哪裡了 在婚場裡 不過情況不太樂觀 吳浩泉和他的爸爸正在公安修辱安小姐 還想要把安小姐掃地扣門 這無家還真是有眼無助我 我現在倒是想看看 安小姐是什麼表情 是否還對聯誼能抗 和我結婚 總得和那些男人去 消毒 好像是認真的 去給我找個面具來 是 安小姐 你到底還要鬧多久 你這種托福行徑真讓人不吃 他就是嫉妒你 事業順利 感情美麥 而他一無所有 得罪了消滅 讓你無路撐走 這小賤人心急脫身 不過伯父你放心 我是不會讓他親一會了 好這哥哥的錢 對 小賤人心急脫身 對 小賤人心急脫身 豈會被你這種小人 弄起雙眼 聽到了 你這點小賤人心 在我們這種全村高聽的人眼裡 簡直就說個笑話 你現在行為真讓我 跟你說 是我做到最正確的 這樣 最正確 不怕你知道真相後 他是得對下來欺負我的 什麼 蕭總要提醒回來了 吳先生 蕭總對你的態度 超乎我們的想像呀 本來蕭總要在千元儀式後露面 沒想到現在為人要提醒回來了 什麼 蕭總要親自來參加我的休閒儀式 我忽然這個蕭總啊 那當然了 兒子 蕭總 如此看重你 今天你要一命驚人啊 套者哥哥 這個安蕭若這麼不知好歹 看來就只能動輸了 要不這樣吧 在蕭總到時候現在 把他丟出去 對 這麼重要的場所 還能一期用盛萬一 蕭總 我最後再請告你一次 立刻馬上有滾 除了文文剛才答應你的錢 我答應你啊 也算 兒子 開肥 沒事 只當是背口 只要他能離開咋都行 用這點錢放在我家 連狗都不會開 你確定 不想知道我真實身份 五年了 我問你真的身份不凡 你能忍他身天 開這個裝啊 不就是像多樣的錢嗎 告訴你 不可能 安蕭若 我也很想知道 你今天捅那麼大樓子 到底倚仗是什麼身份 你今天要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我回家 再把賽場 所有人寫給我挺乾淨 讓三不九口的光球回去 不光如晨 還有當孤孫子 你是千年七億萬歲的大夫 配不上我家的廣場 他跟我欺負了 我不會照 這個孤孫夠負 諸一和 別害羞 不破 你 去 遮得 你 怎麼 parents 你 瞻瞧 我去安除我的罩子 这阿小姐竟然是总裁夫人 完了完了完了 我竟然为了这几个人得罪了总裁夫人 真是从下大祸了 好你个小表太人 今次给我儿女大龙猫 装幽裔情深 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阿女主任 你居然背包了 还要别人结婚了 吴浩泽 你有什么资格去做 首先放弃这段感情的人是你 送弃你得付出一点 是你自己的东西真心 要不然你放弃蓝图 还轮不到我 这位先生 我看你衣着够烦 这张力子不会当这个小贱人呢 哦 不会是他花青宫来的演员吧 真是可笑 吴浩泽 你是说 这很难的 是安楚若这个小贱人 我把钱雇的 不然呢 伯父你以为这个男人 为什么会帮这个小贱人呢 来 这萧小姐刚来的意思 根本不认识萧总 这谁能顾得起萧总啊 真是惹大吗 是 你听我说 王特就不必多言 我知道这个安楚若的钱包里 没有多少钱 顾得人们 也是一副小白脸的模样 不认识他是从哪个会所找来的鸯子吧 不是你们家人 你说什么呢 不是啊 王特就 你在害怕什么 这种人不过就是一群吃软饭的窝囊肺 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 安楚若 你太可笑了 这人都想着这么一盒的忙了 你以为找个小白点过来 就能挽回颜面吗 我告诉你 这么做只可让我更加武器 哼 带来你小白脸 滚出羞死集团 免得这样的羞死集团的地方 本小姐看你长得容模模样的 也不能让你白来一趟 现在给我戳他 一耳朵 谁给你一问 这是人达到多少 就看你的本事了 哎 小姐你不能这个样子吗 这都不起来呀 王特就你别怕 那是我爸怪腿下来 我一力承担好吧 不是这 这可是 没有什么可视的 这个暗鼠 竟然敢花钱顾个男人来帮他 那我今天 让他常常被全世界拖起的滋味 我要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上 人与人的差距啊 就在于钱 行了 我有的是 小小姐 说得好 我看这个小贱人 还怎么把这头鞋给撑下去 哎呀小小姐 不是这个样子 他是 他是 王特住 我是不是平时给你好脸色给多了 让你看到你 我又指示了是吗 今天 我就要收拾这对狗男女 从现在起 你 晋升 哎小姐 你这点小手段 在我看来真的是漏洞百出 今天不把你狠狠踩在脚下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像你这样的下等人 天给我提鞋你都不配 安蜂蜂蜂 我是救不掉的 只能让文文把你打得清醒一点吧 我拭目以待 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 你 小白脸 怎么还不动手 可不要错过了今天大好的发财的机会 我忍你们很久 文文你没事吧 一个野男人将敢打我 我 我从来不打你 但你是个例外 因为你不酸 文文文可是萧氏集团的大小姐 你居然比较让你不为的一个鸭子 这个人 想你死定了 人是我打的 文文不是没有任何人 你有什么 冲我来 搞东西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还真不知道你爸是什么 我问 可是萧氏集团的不能猜 你怎么管萧氏集团财宝 萧氏集团所有人都要看你让他办 萧氏一也是你爸 那我怎么从来没听到提起过你 哦 你是私生女 我 我 我虽然是刚肉和萧家的 但也不是你跟鸭子可以追尾的 累了吧 走 臭婊子 这可是整个会场最最坏的位置 你竟敢坐上去 最尊贵的地方 不是最合适的 你们觉得呢 您开口了 坐在会场哪个位置 不是最合适的 贤女人 还不让我给我滚下来 你知道这个豆子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萧氏集团全力巅峰 平时也只有萧氏集团的总裁能做 总裁哥哥不在书就是我爸来做 你算哪个从你竟敢坐上去 看来你还挺了解萧氏集团的 不过你怎么就确定 我不是萧氏集团的权利人 或许你爸爸见了我 也要扶手祝你 臭死 就凭你也敢跟萧氏集团 我看你今天是为了这个 借女人的命都不要了是吧 别怪我今天没给你机会 现在你们两个给我去会场 我好贵的 那一个个人就可三个小头 对了是没在那博强挂开牌子 糟糕天下你们是一堆贱负负负负负 饶了你们 啊 是疯了 闭嘴 萧小姐都放话了 还不赶快捉住 这是我们吴家 赶出的一条狗 哎 我看你们才是厕所里点的找死 找死的是你们 我属到三 让我就去死 一 所有钱不要 难道 你就让我这样帮我这狗来你吗 肯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肖姐姐 您看 您要不要给他们道个歉 嗯 是小姐 您是您道个样吗 我没有听错吧 你们让我给这两个垃圾道歉 小小姐我是为了您好 我看你是不想在萧氏集团干了事吧 胳膊手枪往外拐 啊 这个贱女人的拼头敢打我 你让我给他们道歉 你脑子要疯吧 萧清文 我是为了您好 你不要太过笨 哎 萧小姐 萧总开会呢 我爸在开会 那我就找我妈来 我妈毕竟之前也是 江崇萧氏集团分公司的总经理 你妈竟然是林雅兰 怪不得她一直不结婚呢 原来背后呀 有萧夫总做靠山 这 当小三 也是有遗传的 先生 看我妈来怎么萧氏你 怎么了 我等着 萧小姐 成的不要打 让她打 我倒要看看 他妈来了 能把我怎么了 喂 妈 我在会场跟人打了 他们还要要见你呢 我 闻闻了你 天啊 只是江崇赤炸 他们以为的女强人 身后还有萧不懂撑腰 我看你们这鬼啊 撑路一绝 撑路一绝啊 什么才好 什么就清静 这样才能看到更精彩的消息 装神弄鬼 带个后面具有什么用啊 我都已经知道你长什么样了 你 逃不掉的 谁敢欺负我的女儿 妈 今天第一次参加消息集团的活动 怎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到底怎么回事 妈 真的不是我的原因 都是那两个亲爱人干的 妈 妈 我的脸都跟他们打总了 天有此理 你让我林亚男的女儿 消息集团的天天也敢动 难道你没和他们亮明 你的真实身份吗 嗯 你说还好 不是说了他们才动手了 而且按出我后面的小店人 竟然敢坐在 小狗哥哥口吼爸的手席位置上 是啊 新加坡 这两个人 哎呦 您姐 你让我看了会儿 闭嘴 黄建松 你明知道我女儿受了七十大 你现在不动不动 你们是说 消息 论关系 消息总是我女儿的哥哥 浩哲又是消息总 亲自举定的合作伙伴 但是你却放着这个狗来 你对着胡闹 一会儿全议会议结束之后 我要你更好看 哼 是你们两个在这儿闹事 对 就是他俩在这里闹事 还不如我 我儿子水南游过一旦 但是 刚才他们已经分手了 我儿子 我儿子 喜欢了是你们家的红红 放心 我妈来了就看了 不敢转过来了 你不要高兴的太早 谁怕谁呢会硬 笑话 希望一会下跪的时候 还能这么有福气 妈 一会我想断他们每个人 十根类子 还有五个手指头 乖女儿 想干就干 我爸妈会给你撑腰的 这样啊 快转过来 转是吧 让我帮你转吗 林雅 你在江城混迹这么久 上流世家 你应该都认识 上流世家全部不敢说 十之八九我还是认识的 怎么 你不会想冒充上流世家吧 真是可笑 认识就好 不过 张教授 我还是举手的力气 我如果是你 我就不会动这把你 因为一旦转过来 你和你妈的好日子 可能就要到头了 你暴闭 温言耸轻 是不是实话 可能是 不过 一旦到时了 你和你妈 就要为你们 荒茫无知情为 做出代理 闭嘴 我可不是被吓打 我爸跟我 买在江城 那就是最底尖的失礼 你这个小白脸 这个剑里人 狼狈为奸的时候 就应该想了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 算了 草严难选该死我 该死 该死的是你吧 安楚若 你带一个鸭子在这找存在感 地狱的大门 早就为你俩敞开了 蓝楚若 你再不甘心也没有用 永远理解不了上层人的想法 有没有可能死到临头都不明了 小夫 那是万人至上的存在 现在林阿姨 你还敢如此暴走 我纵横将冲二十余年 我第一次听说我死到临头了 今天我就要打断你们的双腿 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 我看谁敢拦着 这是双腿啦 小他们这种人 在海里为鲨鱼 使得更为攻击 说得好 小贱人 还不赶快把椅子撞过 别藏着掖着 让我看看你那浪荡下贱的样子 也多让我恶心喘怒 没错 你这个贱人敢支持你的骗子 打我 我们俩一刻都跑掉 还有你 王特杜 就让我给这两个贱人道歉 你也跑掉 什么 王特杜让你给他们道歉 是啊嘛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过你发现 还会没大力 好 既然有执意做 那我就同权你 既然有执意要做死了 那我就同权了 你养他必见了你 不过 乡亲看见你的真实 好 不过你也是那么战士啊 不然 就长气 来 你也是 跑走一见 你不是和萧总定 喂妈 你又可以提萧总了 这个安蜀若我知道是惹动的萧总 那你动手 替萧总解了气 啊 连着微动萧总知道 他会奖赏你呢 他怎么说 你非要一条闹走黑 你瞧 你这大发自飞再给你指一条生物 一会萧总过呢 你就带着这个男人 萧总 跪着磕头 长致都认错 萧总过大了吗 没准会原谅你 歉 你以后也不至于没有立足之地啊 我感觉我现在没有人 如何不消息抗争 倒是你呢 应该担心 怎么想安全的抗争 你 上帝心 我还转 看到小费在干嘛 他不感觉都抗起来 妈 那种漂亮的 将给我来睡一觉 你看你们这两个贱人 把我妈都被他翻走了 你那妈妈能干什么 还不快把这两人拿下 你妈会不会害怕她 她不是生气啊 我妈害怕 这个江城 还真没有能让我妈害怕的人 咦 不是 身边这个小贱人更不是 是我妈会害怕 我希望你以后能明白 真正的权贵 有了事实 能够决定你的生死 妈 公司都不听我的 才命令他们 就是这两个贱人 好 我这就收拾 啊 瞎了你的眼 妈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 你敢俩不是那个眼男人 和那个贱女 你怎么能对我动手啊 你也让 你手的做到混迹到吗 超过的 明天是那两个下人 不是我呀 你打开我为啥道歉 你做什么 你才让我给他们道歉 让我给他们道歉 妈 是不是中了他们的接受呢 新家母 这稳稳心存肉贵的 你还给这位我家人相对 闭嘴 这没给你画的味 不知道安静你什么什么 他却选了神父 这能比我还存费 他是江销售和安家族 也是肖氏集团肖 肖总少了五年的为何 一旦他成为了肖氏人 只要他一句话 我们娘俩就休想盖进肖家的门 安小姐 闻闻出来诈道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请安小姐原谅 也请安小姐 原谅我 将来下底清 将这个小妇 我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回事 我父的天心 小姐姐 本来的这根气 都是今天 我给你 我希望你 妈 你跟我还 一个胖子宋坏地的 怎么可能是安家的听信 怎么可能是 佛云哥说的卫护鸡啊 逆女 这个时候你还清言不讯 赶快给安小姐道歉 这位确实是安小姐 而她身边的是 不用你说 旁边那个人 一定就是她 坏钱过来人去的 我 我 你这还没进消息的 这已经摆起张家屏女拍了 若是你真的进了消息的门 她不是消灼你 都要给你让路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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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若 你你口口声声说说想跟我进门 那你为什么要理蛮身份呢 你如果少得跟我说的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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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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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我 为了报答 你的家庭开销 科研精髓 专利提交哪一样不是我精力提 我发现你有点自卑 我怕伤了你 最隐瞒身份帮你打理一切 今天我才知道你不仅是自卑 可我不知道你竟然这么无耻 幸好我没有吃 不然 我怕是这辈子都看不穿你的真面 吴浩说 我既然能够让你的专利顺利不过授权 当然 毕竟 没有消失的公式 你的专利亦会公斥 初落 我 看见你靠着 下来一张 你 伤得你 早知鸡 可不可以干 求 晚 你消失 什么时候 能让你来做什么 老消 不可轻取忘功 安小姐是消总的未分妻 消总为了她等了五年 虽然我们是消家人 可是消家还是以消总为重心 得罪了安小姐 消总一定会追究 我怕 有我了 你 消总的一个人 停止搜索安小姐的消息 我看她的意思 她大概已经放弃 的安家的连衣 使用一个小调 真的吗 就算是这样 安小姐也是安家的整个名字过 安小姐是安家的千金 但我们萧小姐早就怕 安小姐刚才说 拒绝吴先生的专利交易 这话 做手 我萧小姐向来穷先生 尤其是萧小姐 总是提拔各行各业 年轻有为穷先生 像吴先生这样年纪轻轻 在学术上就有如此造诣 想来萧小姐一定非常 甚至宣布说要清理现场 吴先生不仅可以和萧小姐继续 还可以成为萧小姐的投资伙伴 儿子 听到了吗 你又可以和萧小姐合作了 我去了文物 咱们吴家 回来江藤 是 怎么 安小姐难不成 还有谁 萧小姐 萧小姐集团 请 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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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饒舔 一饺舔 雖然你是安心 今天若不给我一个交代 也休息 小姐 小姐 你好大人 所以你们现在需要 是要处理我呢 还是处理安家 今天要么将你身边的女人 来日天 要安家 将图 从名 你咋 江城三大还求近几百年 安家迎见萧家的东风在江城会的风声水 四月五分 现在也该报报写了 我乃江城三大家族之一 家主乐金刚 愿同萧先生一起覆灭安家 清算 安小姐 虽无介绍 但我正在认识心中 你愿意答应 你不敢 你要是答应 今天这件事就再没有回旋业界了 今日安家必亡 今日安家必亡 你会保护我的事 放心 只要留我在 没有人感觉你安家 做任何事情 无事 无事 原形毕露了吗 婚约的新皇家 我们新陪万日 安静了你的这边 小龙 小龙 咱们家 留在这儿 你光不说的对呀 请通报小总处理安家 小龙都知道了 你们随我去迎接小龙 你们两个等着 回来再收拾你们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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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给我把你们都拿下 你当初识去 不过 我的身份不要深入丝毫 帮我亮下去 明天中午 在龙肤大酒店 一般登役宴 宴 宴请全国领导 将从三大树架 不必到 是 走吧 看了这么久的戏 你应该也对 早点回去休息 我期待你明天惊艳亮相 让他们自以为站上的顶峰 然后再跌入骨子 你的手段一如既老的让人喜欢 这可是你第一次说喜欢 我 我是说喜欢你的手段 四舍五路也算有地方吗 走吧 一会那几个草包又要回来了 各位 小龙已经在楼上了 小龙已经在楼上 那我们几个看到 小龙敬舟 不用跟他们说太多 接下来的事就是王鹤做的 是 小龙敬舟 接下来的一切都听王鹤专 我 那个野男人 和安家的错丫头哪 他们走了 什么 你让他们走了 这是萧总的意思 萧总还不懂 萧总说 明天在楼梦大小间 举个登鱼宴 必须到堂 萧总报 萧总一定 遭起家族所有的事 安家 趁机呢 那位胡先生 请同意 啊啊啊 儿子 你看 情况没错吧 萧总召集 萧总所有的名流世家 商议打着您的喜好 将安家从江城出名 现在安市集团的股票 已经开始异图 他们早就想这么做了 三方五四的劝 我不要再饶了 让我从他们几个名流 世家中挑选办 说白了 不就是想借这次联姻上位 传令下去 监控几大世家 还有我司司 保护安家 受侵扰 是 联姻 联姻送到了吗 送到了 在安小姐回家之前就送到了 好吧 该死了 你 竟然敢欺负 我安家的女孩 老呗 你说 你想怎么处置他们 好吧 全力配合你 爸 放心吧 明天的对面 我会想如家是别拉子 同时 那些蠢蠢欲动 基于我们安市 江城守复地位的那几个世家 明天也会受到致命的 爸 有我在 您放心 我不会让安家受到认回 哼 好女儿 有戏果 那你回来这钱的啊 什么呢 屁里 来看看 屁里 这么快 储若浩西瑞SR22-1型 私人豪华飞机 这是证书 第二品 萧氏集团 10%的补寸 这是传当书 萧博宇可真是 第三品 萧氏家主传承玉佩 刘云飞天 萧氏集团 这个可厉害 这代表了 萧家的传承 有了这个以后 就可以入住萧家 萧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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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找他一下 让他空口 说不定萧总会对我们脸相看 哦 要什么指教吗 安楚乐 我还挺佩服你 遇到萧总 居然还敢过来 他呀 是负责物 萧总要让他当面好看 跟他莫及 给他的颜色瞧瞧 我劝你以后别再来 安楚乐 以大闹登云业 胆子也太大了 我看呀 又是知道已经病故久矣了 他想最后再疯狂一把 竟敢对萧副总的干爹动手 依赴萧副总家里没人吗 我贺家的女儿也受到了惊吓 安小姐 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好啊 我现在就给你们一个交代 你们现在都可以滚 天方业 我从来不说玩笑 请你们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的世界 这里不欢迎你 安楚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居然敢让在场的所有名物 是一样都滚出去 且不说这个宴会不是你举办的 哪怕你就是这个宴会主任 你也没有所有人不错 怎么 光铁江秦文一个人还不够 现在打算舔江城所有名愿 吴浩哲我告诉你 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你懂什么 今天这个酒会可是萧总专忙在浩哲都都准备的 浩天哥哥 过了今天可就送上上流社会了 你们安下将会被除名 是 别认 别理 我知道说 江城三大四家 多年受萧总专长 现在也该我们为萧总分忧了 是啊 在场周围 无垠不是交成财富数十年 生命显赫之辈 根性甚远 以运同道 就算还将再有势力 负面 也不过是一句话是 各种所谓 我们今天 就是要断安家的生路 好啊 既然提到要断我安家生路 我倒是讲 究竟有哪几位要断我安家生路啊 我 吴家 手甘起腾 我贺家也赞同 我龙家也赞同 我白家也赞同 我林家也赞同 你们人太多了 的确不好 既然贺家先对我动手 那就先由贺家开刀 是我提议的 又如何 不如何 你们既然想要断我安家生路 那我就以笔之道 还笔之水 安小姐 是要决我贺家生路吗 错 我是要让贺家 在今日赴灭 我贺家传承已久 在我手上成为江朝颖爹世家 芳芳于于 几十年 那瓶风吹于打 依然毅力不倒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破产 那就满足你 想我了 你不是说要帮我出信吗 现在我想在三分钟之内 让贺家破产 乐一下了 安家丫头 果然是无知小儿 你可知道 我贺家基业有多少 即便是标不走 也未必能办得到吧 我 想 要是三分钟之内能灭掉贺家 我愿意代表王家奉上所有家长 我代表白家 你愿意双手奉上所有家长 我张家也愿意双手奉上所有家长 我临家愿意奉上所有家长 既然大家都这么康慨 那我就去 你进去 你公司 我公司 我公司 你公司 你的公司 你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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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个小文 面前都吸不起一點多碗 蕭家不會放任你為所欲為的 請蕭叔叔為大家做主 請蕭叔叔為大家做主 放心 蕭家會給大家一個交代 好啊 你們欠我 我都會拿回 百祖子 死而不講 這是安家 其中所有攻擊客家 無非是想殺雞救護 我們絕不得陪對 大家不用擔心 安家再厉害 也得聽從蕭主 等宴會結束號 號澤 就是蕭主跟臣的佛人 請他為大家合聲 我 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各位來賓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東雲宴 今天我要正式宣布東雲宴的主題 那就是 蕭叔哥哥 今天你們高光時刻將到了 那就是我們蕭氏集團總裁蕭伯宇 今天要在這重要的日子 蒙古婚訓 這不可能 不是要公布好手哥哥的專利 合作成果嗎 我都準備好他寫稿了 怎麼就變成 蕭伯宇要嗎 這是什麼意思啊 蕭伯宇 蕭總突然跟著回去 一定是想現場 對 一定是 接下來讓我們掌聲有請 蕭氏集團的掌控人蕭伯宇 蕭總出場 怎麼是他 怎麼是他 不可能不可能 他怎麼可能是殺了 你怎麼還長多人 他就是個鴨子他就是個眼 你為什麼會這樣下去你都下來 你在幹什麼 媽媽 他就是那個鴨子的鴨子 啊 他就是蕭某 這是真的 我 很高興見到大家 當然 有一些人已經見過了 今天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訓 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我主動了我主動了 第二 第二 我就順便 幫我的未婚妻清理一下 那些傷害 接下來 有請我美麗的未婚妻 安楚諾 小姐真漂亮 和孝順真完美 是啊 你們 你們 有什麼要對我未婚妻說的嗎 好 你們不說 我們說 剛才是誰說 要把全部財產捐給 現在去登記 請蕭主和安小姐 之前是我們 永遠不死 蕭主和安小姐 有任何要求 我們將盡量滿足 決我而往 決我而往 抱歉 安小姐 都怪我們聽信的蕭小姐 和吳浩哲的禪言 才會犯下如此大錯 蕭主 當時 安小姐 確實是別的男人 不情 蕭叔叔 你說的 不愧是我的 看來蕭叔叔年紀大了 老眼昏花 不適合在蕭主幹線 退休吧 送蕭叔叔回家 安心靜陽 穿蕭叔叔 秀宮 秀宮 還有 我們蕭家 永遠不允許選擇去 林亚來蕭城門 不出蕭家 放開我 我要是蕭家 我要跟我的 安涌 廚朗你清白衣宿的 阿廚朗 放棄我 是你 夫人 認不起 讓你們的美夢破碎了 廚朗 你從來就沒打算跟我結婚 你和蕭董一直有聯繫 蕭董是你最大的異章 對不對 吳浩哲 你還是一如既往的喜歡把問題丟給別人 小姐 你小種 有喘有勢 我玩弄於鼓掌之中 你 身體前被把我扔掉 你開 你只不 饒了我 這樣一個人扣給你 我現在 居然才感覺我女兒破瘡腿 我碰在心間的心頭肉 你居然給我當亞和史 你 我的師父說過了 這 你別碰他 小心髒的影子 吳浩哲 這五年來 我對你們全家全心全意的死 可是現在 你們讓我覺得有勇氣 來人 給我把他們兩個趕出去 阿翔 你的專業怎麼辦 我們還能拿到菜嗎 媽 我們得罪的小娘跟阿尼亞 以後我妹 哪有人敢用 我妹 來 這妹妹 你怎麼可能 你怎麼可能 都怪你 我不是你 三人家人都怪你了 你敢打我 我打了就是你 就被我一個講話 我幹你拼了 別打了 我們會走 超車就沒了這些東西 我 我 都怪你 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要你去死 死 死了 帶你去東風 沒人家感情 東風的話 跟我走 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小郭語 五年前 你有沒有在一個晚上 就回來了 小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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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什么带 醒来了 这样子也就好了 妈妈你帮我照顾一下 我有事先走 啊 不是 什么事 那个人是你啊 我当时把你送进医院因为有急事 回去把你交代给同病房的一个陪护人员了 然后我就走了 我一直以为 那个人是五号车 什么声音 说起 我弄我伞你 我不会说 你再让我求你发黄 我不会说 安小姐 苏妍九远 安小姐 我不会说了 我求求你判断我 安小姐 马上离开江城 我不会说的 怎么回事 是不是跟五号车有关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 你说出来 我知道你和五号车的关系 我跟那个渣男已经分手了 他 他是我的婚夫 安小姐 五号车的专利 大部分都是我做的 数据汇索也是我做的 人家都占为己有 我自己的 他让他不认为 威胁我 不认为 还准备了 垃圾冬归 小心 人 哇 不是 您是要 買我的專利嗎 是的 這是活動 你看看沒問題就簽字吧 啊 母親 終於 知道我死裡逃生了啊 我讓我命不開血 我老人 你怎麼還在這 你不是 吳浩澤 你盜竊他人 鶴岩成果 數而巨大 請該去的地方 對了 還有點事要報 不僅會強奸他人 一直被送進去 見了 吳浩澤 明天我們去領帳好不好 這麼快 我都等了你五年了 你還想讓我等啊 哎 小青文 你就死了 該死的殺蜘蛛肉 宣家 不许恋 不许恋 又隐行 放途我离开 你怎麼這麼傻呀 你怎麼這麼傻呀 我不傻 你都醒了還在這裡裝睡 主若 我愛你 女生我願意用我的生命來守護你 我再讓你受到一點點傷害 我也 我也愛你